暗恋女神和虚伪摄友 觉得我是穷逼 联手整骨我 一个玩弄我的爱情 一个破坏我的友情 我眼睛被他们的自制烟花刺激失明后 两人还在算计拿我的研究成果 去参赛拿奖金 直到我的真实身份曝光 两人先是慌乱 后是发疯 问我这么有钱 为什么要骗他们 为什么不给他们 我笑了 这个世界不是谁穷谁有理啊 我穿上厚重的布偶服后 被压得只喘不过气来 哪怕现在 我已经连续98个晚上都会穿上它 但穿上后还是十分难受 不过好在 只要度过今晚 我就再也不用遭这份罪了 想到这里 我不免有些兴奋了起来 大学报到那天 我对大二学姐沈如雪一见钟情 她温柔漂亮 哪怕面对别人的质疑 依旧是温声细语的模样 自此 我展开了对她猛烈的追求 经过了我长达半年的不懈努力之后 沈如雪终于松了口 她特意找到了在咖啡厅兼职的我 学弟 我的心里也是有你的 但是谁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所以我想来 和你打个赌 只要你连续99天 每晚都能到女请楼下放烟花告白 我就答应你 当时的我 如同被一块巨大的糖伐重 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看着沈如雪含羞待气的面庞时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如今我已经坚持了98天 过了今晚 沈如雪就能成为我的女朋友了 我穿着厚重的布偶服 笨拙地朝着女请楼下走去 这一路来 因为我奇异的装扮 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我也从一开始的休难 逐渐昂首挺胸了起来 当初我第一天来到女请楼下表白时 就已经被人偷拍 放到了校园表白墙上 不知是谁 将我们两人的赌约给泄露了出去 越来越多的学生 开始期待 我这99天的告白 如今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天 已经有不少的学生 汇聚到了女请楼下等着我 看到我手捧着鲜花走来时 人群中更是爆发出了振振欢呼 在我们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 沈如雪也缓缓走了出来 今天的她不同于以往 她穿着华丽的公主裙 脸上是精致的妆容 她羞涩地看了我一眼之后 将一个烟花筒递到了我的手上 这是我们老家那边的烟花 传闻若是有情人点燃的话 两人便会一生一世都在一起 等你放完这个烟花之后 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 我太过激动 以至于没发现 这上面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质量合格症 什么都没有 我毫不犹豫地将烟花点燃了 可当我刚想摘下头套 朝沈如雪告白的时候 原本在地上的烟花 突然朝我袭来 我直接被烟花炸倒在地 整个人晕眩着倒在地上 周围的人被这一变故给吓到了 有人尖叫 出声 有人着急地想要报警 我强撑着睁开眼 想看看沈如雪有没有出事 等我看去的时候 只见她脸上 还有着没来得及 说回去不屑的笑容 我迷茫地眨了眨眼 或许是我看错了吧 一向待人亲切的学姐 怎么可能会对身为受害者的 我露出那样的表情 下一秒 学姐的身旁 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他们亲密地靠在一起 嘴里说尽了各种嘲讽我的话语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她也不拿个镜子照照自己 我随便一个包都顶得上 她大学四年的费用了 就她这种穷鬼 被她多看一眼我 都嫌恶心 我陷入无尽的黑暗中 晕了过去 再醒来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挣扎着坐了起来 身旁不断响起的 各种仪表的声音 让我陷入了恐慌 我不自觉地抚摸着自己的眼睛 我居然看不到了 得到了这个认知之后 我踉呛的 就想下床往外走 可我刚一有动作 就被人给按了回去 医生冷漠的声音 在头顶上空响起 你现在还在书液 最好不要乱动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拼命抓住了她 医生 我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 医生似乎也有些困惑 他思考了两久后 才缓缓开口道 仪器检测之后 发现你的身体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唯一能解释 你失明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你在昏迷前 曾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所以你陷入了 短暂的失明之中 等以后你的心结解开了 说不定就恢复了 医生的话 让我陷入了长久的思考当中 想起在我昏迷前 沈如雪的所作所为之后 我愤怒地攥紧了拳头 原来这些日子里 她全都是哄骗我的 可惜我没能看清楚 她的真面目 反倒是被她 哄骗得团团转 那个烟花 一定是她特意买来 想要看我出丑的 突然 我的鼻尖突然传入了 一股茉莉花的香味 这是沈如雪 最喜欢用的一款香水 曾经我毫不吝啬地夸奖道 学姐你 就像茉莉花一样纯洁 那时沈如雪垂下头 只露出羞红的耳朵 想起那时 全都是她作戏 让我忍不住有些作误 看我干呕 沈如雪嫌悟地后退了一步 但她转念一想 反正我现在已经瞎了 干脆她也不再做着表情管理 她强忍着内心的厌恶说道 对不起学弟 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 让你放那个烟花的话 若是往常的我 恐怕早就心疼不已 将责任全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了 不过 既然她想演 那我就继续陪她演下去 我有些难过地垂下了头 闷声道 你放心吧学姐 等一会儿警察来问我的话 我一定不会把你给供出来的 只不过当时在场的很多人都看到了 是你将烟花给我的 我怕警察会不相信我的话 见我这边有戏 沈如雪芒说道 没关系的学弟 到时候 你就说 那烟花是你让我准备的就好 四世觉得她的话语中太过着急 她又自责地说道 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应该承担起自己犯下的错 只是你也知道 我最近正忙着竞赛 学校那边实在是经不起耽搁 亏得她还好意思提起竞赛 她将整个小组要准备的东西 统统塞给了我 让我整日里在实验室忙碌 她坐享其成 如今不过是想借着这个由头 逃脱罪责罢了 我仰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既然学姐这么自责 我也不好继续推脱了 那就麻烦学姐 以后天天来照顾我了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沈如雪日日都要来医院照顾我 因为要奔波在学校和医院中 长时间的劳累 让她对我的态度日益变差了起来 再加上每天我近乎苛刻般的要求 折磨得沈如雪抓狂 可她偏偏对我没有任何办法 毕竟我要是在警察面前 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她的档案上就要 留下一个不可抹除的污点了 学姐 这饭菜里有葱 你能帮我都挑出来吗 学姐 我的衣服都脏了 这些只能手洗 你能帮我写完吗 每天听着我各种各样的要求 沈如雪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我垂下头 露出脆弱的脖梗 学姐 我是不是麻烦到你了 我也觉得 我现在就是一个累赘 你还是不要管我了 可是 如今我被沈如雪害得住进医院的事 早已被人宣扬了出去 一旦她回到学校里 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她 沈如雪自然也意识到了 她勉强地笑笑说道 怎么会呢 我说过 会一直照顾 你到复明 就不会随便食言的 虽然她面上是这么说的 可手下的动作 却加重了几分 我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从前我付出的一点一滴我 都要让她还回来 晚上 等沈如雪离开了之后 我遥想了之前 医生给我的铃铛 不多时 一行人脚步匆匆地 来到了我的病房 从小作为我的御用医生的 王叔叔上前 耐心地检查着 我现在状况 两久后 她小心翼翼道 少爷 用不了一个月 您的眼睛就会恢复了 我随意地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可以下去了 若是沈如雪在这里的话 定会被惊掉了下巴 我并不是她口中的穷光蛋 相反我父亲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商 母亲则负责拓展海外贸易 我从出生之后 就被父母保护在他们的羽翼之下 因此 我根本没机会见识人性的险恶 没想到第一次动心喜欢上别人 就狠狠地栽了一个大跟斗 我回想着 当时出现在沈如雪身旁的男的 总觉得格外熟悉 像是在哪里见到过一般 根据这些天我的调查来看 沈如雪似乎早就喜欢上了对方 而对方却一直吊着她 迟迟都不肯答应 直到她提出了这么一个捉弄我的办法之后 答应了沈如雪的约会要求 至于我 自然而然地沦为了他们恋爱道路上的炮灰 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拿我的身体健康来开玩笑 倪人尚且还有三分脾性 更何况我还没沦落到非沈如雪不可的地步 他们两个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我仔细地回忆着当时模糊中看到的男人 猛的 男人的面容在我的脑海中 开始不断地变得清晰了起来 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孙晨 如果说大学里我最信任的人 除了沈如雪之外 那便只有孙晨了 我们两人是大学室友 另外两个室友是本地有名的富二代 他们出手阔绰 经常会给我和孙晨带各种各样的礼物 一开始我还会回礼 和他们的关系也算是不错 可有一天 孙晨将一袋打包好的垃圾放到我面前 我精心准备地回礼 赫然躺在里面 他愤愤不平道 他们两个人是上层社会的人 自然看不上我们这些平民 孙晨的称呼 让我忍不住眉头一皱 大家都是人 怎么有钱人就高人一等了吗 但那两位室友的行为 寒了我的心 我沉默着没有反驳他 当初我就告诉过你了 他们给咱们东西 收下就行了 反正这些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你看看 你费尽心思准备的这些小玩意 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 我不禁垂眸看向垃圾袋 不应该啊 这些礼物都是现在的最新品 花了我十几万呢 原来这些东西 都已经算上不得台面的小东西了吗 孙晨见我并不出声反驳 恨铁不成钢道 你把人家当朋友 人家就拿你当跟班 我被孙晨说的也来了脾气 干脆和那两个室友不再往来了 反倒是孙晨和他们走得越来越近 看出了我的疑惑不解 孙晨主动解释道 咱们毕竟是一个宿舍的 弄僵了 关系也不好 以至于到了后来 我的身边只剩下了孙晨这一个朋友 现在想来 其实当初孙晨的话 很容易被戳穿 次日 当沈如雪找到我的时候 他的身侧赫然跟着孙晨 孙晨将这些天整理好的笔记本 放在我面前 大大咧咧道 我听医生说 你现在是因为受了刺激才吓了 我下意识地皱紧了眉头 自从认清了孙晨的真面目之后 听到他的话 都觉得刺耳了起来 那医生有没有说过 你什么时候能恢复 我面上恰当地露出了受伤的表情 紧领着唇不肯出声 孙晨得到了答案之后 自然不愿继续待下去了 他拿走了笔记本 不过你也别难过 虽然没办法坚持赚钱了 但是你可以申请贫困生补助 我当时就已经劝过你了 你父母都是小县城里的清洁工 你没必要每天都打肿脸充胖子 听到这里 沈如雪的眼里闪过了一丝厌恶 不自觉地离我远了些 仿佛会被我沾染上不好的东西一般 我却有些茫然地 抬头看向孙晨所在的方位 我爸妈什么时候变成清洁工了 就算他们真的是清洁工 我又哪里打肿脸充胖子了 再说了 入住学校寝室前 我曾看过每个人的档案 父母是清洁工的 难道不是孙晨吗 如今他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看不起他的父母吗 又或者 他和沈如雪之间 一定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地方 一个月后 我痊愈出院了 落在沈如雪和孙晨的眼里 就是我逞强非要出院 但他们巴不得我早点出院 毕竟这一个月来我住院的钱 可全都是他们两个人付的 他们曾暗示过 我可以拿出自己兼职的钱 可我却不轻不重地反问道 当时警察的调查结果 不是出来了吗 他们说 给我造成实质性伤害的厂家 要付主要责任 这个钱是由他们来付 等到时候我出院了 我一定会把钱给你们要回来 每到这时 他们两人就会立马转移话题 只因当时我放的那个烟花 并不是沈如雪嘴上说的 老家专属的烟花 而是他和孙晨 为了整骨我 自制的 如果这件事被调查出来的话 他们可就不是指得到 警告那么简单了 我要是坚持上诉的话 他们要面临的是牢狱之灾 我戴着墨镜 孙晨和沈如雪在前面给我带路 刚一走进学校 我们三个人这奇特的组合 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如今 他们两人可是被冠上了 乐于助人的名号 就连导员都对他们赞不绝口 为了维持在众人面前的形象 他们立马在我面前忙活了起来 不是小心翼翼地搀扶我 就是帮我搬着厚重的行列 看着他们两人忙得满头大汗 狼狈不堪的模样 我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勾起了一个笑容 突然 我不小心摔倒在地 我有些无措地在地上摸索着 一副想挣扎着站起来 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 周围不断地有人驻足围观了起来 见时间差不多了 该到我表演的时候了 我委屈地抬起头来 故作隐远道 孙晨 你是不喜欢我吗 我知道 其实你也喜欢雪姐 看不惯我追求雪姐 我如今已经瞎了 自知配不上雪姐 你也没必要这么一直针对我 孙晨被我这番操作搞懵了 站在原地下意识地就要反驳我 你胡说 刚才分明是你自己摔倒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 我和雪姐可是清清白白的 你可别随便污蔑我们 我伤心地垂下头 留给了众人想象的空间 人家都看不见了 还要故意把它给绊倒 这人可真是缺的呀 就是啊 当时她穿着玩偶服告白了99天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当时怎么不说 偏偏这个时候来踩人家一脚 而且 她和沈如雪两个人 最近一直同出同进 要说没点猫腻我才不信 看着孙晨和沈如雪 清白交加的面旁 我偷偷笑了出来 果然这个世界上 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 你有多冤枉 孙晨来来去去解释她 并没有绊倒我 简直苍白无力的可怕 在我倒在地上的十几分钟里 已经有不少人相信了 就是孙晨故意报复 才将我绊倒在地 我适时地大声辩解到 可能是记错了 不是她绊倒我的 是我自己摔的 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定不会这么对我 孙晨兴奋地差点跳了起来 自然没注意到 周围人看向她愈发鄙夷的目光 孙晨在校门口 将我绊倒的事情 被人偷拍 发到了表白墙上 事情愈演愈烈 每当她出门时 都会有人不停地 对她指指点点 这天 她被导员喊进了办公室谈话 原本导员 是想视而不见的 因为自从开学以来 孙晨给她送的礼物 就已经不下六位数了 不过既然她不管 那我就直接找到了校长 她知道我的身份 知道我的父母 可是直接给学校捐了个图书馆 只要在不违反法律 和校规的前提下 我可以为所欲为 更何况 我找她 只是为了维护我自身的利益 她自然不会拒绝我 有校长的施压 导员自然找了孙晨谈话 等她回来时 已经到了晚上 她探究的视线 落在了我的身上 小心翼翼道 周旭 你是不是最近认识了 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从前孙晨见我穿着朴素 以为我和她一样 是从小地方考上来的 因此 她对我的态度 也越发轻慢了起来 她不知道 我所有的衣服 都是经过私人定制的 比起她追崇的名牌 不知贵了多少倍 我茫然地抬起头 故作不解道 没有啊 你怎么会这么问 肉眼可见的 孙晨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之后 她里都没理我就上了床 丝毫不记得 我刚回学校时 她拍着胸脯表示 会好好照顾我 突然 孙晨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般 试探性地说道 周旭 你还记得你出事之前 准备的竞赛资料在哪里吗 比赛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了 没有你的资料小组 接下来的很多事情 都没办法开展 反正你现在参加不了比赛了 不如把资料给我吧 我有丰富的参赛经验 之前也在这方面拿到过冠军 要不然 沈如雪也不会在孙晨的建议下找到我 他们从一开始 想的就是利用完我 再将我一脚踹开 毕竟大赛的奖金可是有20万 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雪姐不是组长吗 不如明天你带我去找她 我把资料给她 孙晨撇撇嘴 但也没出声反驳 在她的眼里 我给了沈如雪 就相当于将资料给了她 她拿出手机 飞快地在上面打着字 她想着 反正我已经瞎了 所以几乎将所有的手机屏幕 都录在了我的面前 再不像从前那样小心翼翼 我看到 她是在和沈如雪 疯狂嘲讽我 舔狗的行为 她真是个傻子 居然到现在还没看出 咱们两个人的关系 不过这样也好 等她把资料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她真相了 到时候 她肯定会像一条狗一样 跪在地上 求着我们不要抛弃她 沈如雪那边停顿了很久 缓缓发来了消息 你们这些有钱人的癖好 还真是奇怪 不过赶紧和她坦白也好 我早就受够了 她天天缠着我了 看吧 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和我最喜欢的人 还真是讽刺 次日一大早 我就被孙晨给喊了起来 看着她着急忙慌的身影 我却不紧不慢地起身 就在昨晚 我终于调查清楚了 她和沈如雪之间 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孙晨一直都在记恨着我 她看不惯 我明明出身和她一样 却没有丝毫自卑 反而和同宿舍的富二代 打好了关系 所以 她才会想尽办法 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至于沈如雪 也是她为了报复 我故意接近的 早在开学前 她就打听到了 学校里有一个 隐藏身份的超级富二代 她就借着这个身份 引得沈如雪和她谈恋爱 在她对我疯狂的诋毁之下 沈如雪自然也就对我 这个穷光蛋 没什么好印象 不过沈如雪 也不是这么好糊弄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她就让孙晨 给她买下了不少奢侈品 一旦孙晨想拒绝 她就会质疑 孙晨的身份 是不是真的 孙晨为了维持自己 苦心经营的 超级富二代的形象 自然咬着牙 给沈如雪买了 只不过 她的这些钱 不仅是压榨自己的父母拿来的 更是借了高利贷 她之所以 看上了我的竞赛资料 也是想用这次竞赛的奖金 把贷款给补上 可我不会这么轻易的 就让她得逞 等我慢悠悠地赶到咖啡馆时 已经到了中午 我故作不解到 我们不应该是边吃边谈吗 难不成你们的午饭 就是喝杯咖啡吗 眼见我想走 孙晨和沈如雪 连忙将我给拦住了 于是 他们跟着我 拐脚走进了旁边 人均五千家的餐厅 我注意到 孙晨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我现在可是个瞎子 自然看不出 她脸上为难的神色 自顾自开心地往里走 沈如雪 也被餐厅里豪华的装潢 吸引了目光 竟也跟着走了进来 孙晨现在哪里还有钱 请我们吃得起这里的饭菜 她拉住了沈如雪 有些难看到 你也知道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 现在哪里还能拿得起钱 请你们吃饭 要不然今天这顿饭 你先付 要让沈如雪掏钱 请我们吃饭 简直比登天还难 他们两个人站在餐厅门口 差点吵了起来 你一个大男人出来 居然让我给你掏钱 再说了 你不是富二代吗 你给你爸妈打个电话不行吗 自从咱们俩在一起之后 你请我吃得最好的 也不过就是人均五百家的餐厅 在你眼里 我是不配来这里吃饭吗 看孙晨那个脸色 何止是不配 简直是你 不能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 我假装没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 大声地询问道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你们怎么还没进来 是不是我进错餐厅了 你们付不起钱啊 都怪我 要是我眼睛 没事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坚持请你们吃饭了 这下周围的人 看向他们的眼神 更加鄙夷了 居然还想让一个残疾人赚钱 请你们吃饭 真是够不要脸的 墨镜下 我饶有兴致地看向孙晨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十分好面子 根本不愿意在外人面前丢脸 果不其然 他咬咬牙走了进来 不就是一顿饭吗 我请你们 落座后 我仗着自己看不到 直接将菜单递给了服务员 我大手一挥道 这上面的菜全多来一遍 沈如雪自然没有意义 孙晨有诸多不满 但还是咽了下去 等餐桌上重归平静后 孙晨终于迫不及待到 周旭 你昨天不是说 今天要把资料交给学姐吗 资料呢 你赶紧拿出来啊 我摸索着 从背包里拿出来了一叠资料 孙晨见状迫不及待地 从我手里给抢了过去 可他在打开的那一刻 脸色大变 他愤怒地将资料摔在桌上 周旭 你敢拿白纸耍我 沈如雪看向我的视线中 也带上了些许不善 周旭店 我今天为了来找你 可是特意推掉了很多事 你也知道我很忙的 你怎么能故意耍我们呢 从前我每次想约沈如雪 出来吃饭的时候 他总会以自己学业繁忙为由拒绝我 实则他拒绝完我之后 立马美滋滋地去和孙晨约会了 而我的所作所为 也沦为了他们饭桌上的谈资 我有些慌乱地说道 不会啊 我记得 我就是把自己的资料 放在抽屉里了 当时我着急出门 随手就把资料放起来了 我交给你们的是白纸吗 怎么会这样 孙晨和沈如雪 见我的慌乱不似作假 有些疑虑地对视一眼 但他们眼下也没有心情安慰我 反倒接连离开了餐桌 我假装摸索着 跟着他们的身后 周旭之前 是不是把资料给你了 小雪 这份资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现在赶紧拿出来 还不算太晚 孙晨 你别在这里贼喊捉贼了 你没听到刚才周旭说的什么吗 他说 把资料放在寝室的抽屉里了 我还没问你 你居然还好意思怀疑我 我还怀疑 是你把他的资料给偷走了呢 两人刚一站定 争吵声就不断地传入我的耳朵里 没想到我随意的一句话 就让两人在心中 埋下了对彼此怀疑的种子 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 远没有我想得那么好 沈如雪 你听听你在说什么 这几个月里 我给你买的东西 也不少了吧 你是觉得我会为了竞赛的奖金 偷走资料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沈如雪原本嚣张的气焰 也减弱了下来 两久后 他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那会不会是周旭故意骗我们的 不会 孙晨祥也没想得直接回答道 周旭那个傻子 天天追在你屁股后头 最相信咱们俩的人就是他了 或许可能是他记错了位置 等会儿我再去问问他 实在不行 你在这里拖住他 我去寝室里找找 两人逐渐开始达成共识 在他们出来 之前我赶忙回到了座位上 没一会儿 孙晨抱歉地说道 周旭 刚刚导员突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学校一趟 我就先走了 这顿饭到底只剩下了我自己 只因孙晨走了之后 沈如雪意识到 他没有钱支付餐费后 连忙离开 将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我看着满桌的美食 一个人大快躲移了起来 若是他们两个人能看到的话 一定会亚议 与我居然像正常人一样进食 等我吃饱喝足回到寝室的时候 已经到了傍晚 我刚一进到寝室 就注意到 原本整洁的桌上 突然变得杂乱无章 见我进来 孙晨狐一的视线 落在了我的身上 看来经过这一下午的时间 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找到 坐下后 我注意到 原本被我小心放在桌上的盒子 也被人给打开了 里面的金珠 此时也不翼而飞 真是打瞌睡了 都有人递过来枕头 我惶恐地说道 孙晨 咱们寝室里 是不是遭贼了呀 怎么我的桌子 突然变得这么乱 我的东西也没了 其实正常人稍微 想想也该知道 我现在身为一个瞎子 怎么能知道他 就在寝室里 可他明显 没有往那方面想去 反倒同样着急地说道 你是丢了什么 很贵重的东西吗 今天下午 我只看到了 他们两个人回来过 孙晨口中的他们 自然就是剩余的两位摄友 看来 哪怕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是想朝别人的身上 泼脏水 其实之前我也丢过很多东西 孙晨也总是说些 似是而非的话 只不过那个时候 我不想计较 现在不一样了 我丢的这个佛珠 是父母花了重金 找工匠给我打造的礼物 它的价值 足够让人进去蹲几年了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屋外走去了 孙晨以为我还是像 从前一样忍下来 殊不知 我是出去报警了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 孙晨还是猛的 他拔高声音说道 周旭 你报警了 见我点了点头 他不可置信地说道 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你居然报警了 可能是因为察觉到了 话语中的不土 孙晨连忙低声说道 怎么说 他们俩也是 咱们的摄友 你闹得这么难看 不好吧 你赶紧和警察叔叔认个错 到时候闹大了 就不好处理了 正在我们僵持的时候 其余的两位摄友 说说笑笑地回来了 见屋里聚集了警察 他们愣在了原地 抢在孙晨开口之前 我率先说道 你们回来了 我丢了一个金珠 孙晨说 今天下午 只有你们两个人进过寝室 如果你们拿走了的话 麻烦还给我 两人的脸色 算不得上太好看 你当我们俩是什么人 会偷你的东西 再说了 你那个破珠子 很值钱吗 值得我们偷吗 是不是你自己丢了 专门诬陷我们的 孙晨也赶忙复合道 对呀周旭 是不是你自己 不小心弄丢了 就这么点小事 也没必要麻烦警察叔叔吧 我沉默着 转头看向了一旁 眉头紧皱的警察 警察注意到我的视线 郑重地说道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个金珠的价格不菲 已经上百万了 如果真的是你们 拿走的话 必须马上还回来 等警察离开之后 在场的人神色各异 孙晨试探地问道 周旭 刚刚警察说的是真的吗 你丢的东西 真的价值百万吗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之后 孙晨的眼底 闪过一丝兴奋 在他看来 根本没有人能证明 是他偷走的我的东西 也就意味着 他可以将我的金珠 卖去抵债 可其余的两个社友 就没这么轻易地相信了 他们迟疑地看向我 你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笑了笑 一字一顿道 因为我就是周氏房地产的继承人 下一秒 孙晨不可置信的目光 落在了我的身上 原本和我关系不冷不热的同学 纷纷跑到我的面前献殷勤 而沈如雪 已经开始怀疑孙晨的身份了 他们两个 现在每天都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之中 孙晨的情绪 肉眼可见的 变得焦躁了起来 我注意到 他落在我身上的视线 停得越来越久了 短短的几天 我锁在柜子里的东西 丢得越来越多了 而孙晨身上的奢侈品 变得越来越多 不止一次 我曾在校园里 看到沈如雪小鸟一人的 套在孙晨的肩膀上 两人的感情 似乎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起来 但也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罢了 我看着手机上 沈如雪发来的短信 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过不了多久 狗咬狗的场景 似乎就要在他们身上上演了 三天后 竞赛即将进入白热化阶段 届时 沈如雪将会拿着我 准备好的资料 拔得头筹 事实上 一切都在按照我们预想之中的行程推进 沈如雪在拿到冠军之后 毫不犹豫地举报了身旁 和他朝夕相处的男友 其实这次竞赛准备的所有资料 全都是周旭给我的 之所以会出现在孙晨的手上 是因为他偷了周旭的 孙晨先是一愣 然后暴怒地抓住了沈如雪的衣领 他恶狠狠道 你怎么敢为了一个瞎子背叛我 难不成你以为周旭知道 你做的那些好事之后 他还会接受你吧 这时 逼迫雪姐做的 只要雪姐的心里有我 就够了 孙晨静怡不定地看向我的眼睛 你 你居然没下 所以 你这段时间都是骗我的 见我默认了下来 他当即就想挥起拳头 向我砸来 他知道 他的一切都毁了 只要我明白 当初我的事情 是他们两个人做的手脚 那我一定会查出来 他在我身上做下的种种 包括但不限于 他偷走了我的价值上百万的物品 他的余生 都将会在监狱里受到审判 而我 会站在阳光下 看着他接受审判 孙晨被抓进去的第一时间 就将沈如雪给供了出来 但由于缺乏关键性的证据 沈如雪仅仅被抓进去一天 就被放了出来 因此 沈如雪越发坚定 是我动用了家族的关系 保住了他 自从孙晨逮捕之后 他就如同惊弓之鸟一般 缩在我身旁 每当出现了风吹草动之后 他便会像个鞍唇一样缩起来 这天 他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 他将一杯奶茶递给了我 忐忑不安地问道 我慢条思理地将吸管插进了奶茶里 漫步惊心道 雪姐 你怎么会问出来这种问题 你不是说过 你最爱的人就是我了吗 为什么会舍得伤害我 不过 如果你伤害我的话 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逮捕你 沈如雪的眼神 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 在他期待的目光中 我喝下了奶茶 等我再醒来时 整个人被绑在一处废弃工厂里 沈如雪也吞去了 从前在学校里的伪装 他恶狠狠道 周旭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你家里明明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要装成一个穷光蛋 来接近我 害得我就那么轻易 相信了孙晨的谎话 办下了一件又一件的措施 这一切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根本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现在 我每天都要担惊受怕 害怕警察会不会找上门 害怕你会不会报复我 这样的日子 我早就受够了 只要你死了 我就解脱了 巨大的恨意 使沈如雪的面旁 变得扭曲又丑陋 他和孙晨 还真是一类人 当初孙晨被逮捕时 他们永远只会把自己的错误 推到别人的身上 丝毫不反思自己的错 更何况 我从未隐瞒过自己的身份 是他们自己不肯相信吧 他们不肯相信 看起来比他们平凡普通的我 实际比他们家世要显赫得多 就当沈如雪想挥动手上的铁棍 砸向我时 早在一旁埋伏好的警察 破门而入 沈如雪狼狈地被人强行按压在地上 这一刻 我整个人才彻底放松了下来 所有有可能对我产生威胁的人或误 终于被我给铲除了 而我会亲眼见证他们坠入深渊